紋身有很多風格門派 原來香港這個彈圓之地 都有自己的風格 老虎、龍這些圖案 都是傳統香港紋身風格的經典 但現在就越來越少見 我的紋身風格 其實我都是跟我師父 就是Jimmy Ho 我作為我自己本身是香港人 我是反而想將這東西傳下去 由於我師父 這個香港紋身風格 就是我師父Jimmy Ho的爸爸James Ho 就行船帶回來的 他就見外國有很多人都做 就將這東西帶回來香港 就香港做第一間紋身店 就將那些東西在自己創新 我師父又將他爸爸那些 又改良 香港傳統 雲生風格 最出名的 就是龍、虎、鷹 你說船、裸淚、花 其實我全部都喜歡 只不過我覺得龍、老虎 很象徵到香港 很象徵到亞洲中國人 很有中國自己的文化 半個世紀前 香港就開始出現這種 東方圖案混雜 細緻不發的風格 靈麗眼神、肢體形態 甚至融入中國山水畫元素 都是香港獨有的民生風格 你說我們是香港傳統 是比外國那些 當然是伊町有很多 那個風格是有神髓 眼神、姿勢 所有的感覺 都很有香港自己的本項風格 我怎樣認識我師父 Jimmy Ho 我由四、五年前 開始接觸傳統這種文身 但一開始我接觸的不是香港 我接觸一些 比較美國、外國的美國傳統 後來發覺他們不夠細節 還有大家都是用來用去 都是那幾個藝術的設計 覺得沒什麼意思 覺得每個人做的事 都是差不多做出來的 後來我朋友介紹我 就說其實香港都有 你如果想找最古老的東西 你一定要去最有歷史的地方 我便來到師傅店 香港風格民生在七八十年代 盛極一時 很多經典的圖案 都在電影入面出現過 Justin的師傅Jimmy Ho 就是當時這股潮流入面的開山鼻祖 當時我找我師傅 在這裡選了圖 找我師傅幫我製作 他令我很驚訝 他是不需要印 不需要什麼 在腦袋裏面 就這樣畫 就這樣畫 就這樣做 畫都是很簡單的 之後又很快 想都不用想 做出來又很美 所以令到我很驚訝 這件事 我沒見過一個藝術 像他那樣 六十年代 因為那時候 很多行船 或者水兵 海軍 都來到香港 第一件事 他們就來盲身 早上11點鐘 我開兩點 11點鐘已經在門口排隊等了 其實我覺得我師傅不只是做事 我最欣賞他是執著做人 還有一種原則 譬如他 很多人都想找他做頸 手 這個是他做事的宗旨 他不會幫人做這些位 即是出衣 臉 耳朵 頸下面 即是頸 頸前 我每個人都會紋頸頭 OK 他說一般露出來的位 都不會幫你紋 因為紋身是一種給自己的留念 露出來 意義就不同了 我覺得紋身 好像畫畫 只不過大家用的 器材不同 簡單來說是一輩子